你这跟我扯啥呢 我真还你饭钱 一万块钱 连本带地 够了吧 我说老爷你没毛病吧 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 怎么突然想起还我饭前来了 这不是要执行任务吗 我就打住 你这不扫气人吗 执行任务你就还我钱呢 合着咱们是去刑场回不来了 再见不着面了对吧 我不也去执行任务吗 不是 你要真打算还我这钱 就等执行任务回来 咱俩再好好算账 娄 你别急 你听我解释啊 你找我 哎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啊 哎 我有事 我先走了 哎 哎 拿着你的钱 看啥啊 走吧 哎 走吧 这大半夜的饭饼 要不能停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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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应该让他跟着我 我们从第一天当刑警 就应该有心理准备 下面牺牲了 但是很可能明天就是你 或者是我 或者是其他的兄弟姐妹 我们必须要振作起来 去抓住这些犯罪嫌疑人 你说呢 洪组长 我颜睿不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 你一直为我担着事 我的报告你没有交给白绝 这些我都心里清楚 只是下评认识的 只是下评认 我不知道 怎样去面对他的父母 我不知道 怎样面对一个 失去儿子的家庭啊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大半夜的 在这儿干吗呢 怎么了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送给你的 送给我的 这是我妈传给我的 欲能避喜 能保平安 戴上吧 不 这是你妈传给你的 君子啊 不能夺人所爱 你要是不想戴 就扔在水里头 等一下 我有块要说 我 我 你别忘了 你答应过我的 等案子办完了 你要带我去看日出的 喂 喂 是不是回信了 于老虎答应了 兵哥 我觉得 这不像于老虎的性格呀 你是说他这缓兵之计 目的还是要山草出本 我只是直觉 他回信回得也太快了 那你有什么想法 于老虎暂时 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了 我想 咱们先找好退路 要走 咱们就走得远一点 让于老虎永远找不到我们 想好去什么地方 天下之大 竟然没有我们兄弟容身之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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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红光满面 是有什么喜事 一大早起来 就看到喜鹊灯枝 能没喜事吗 我猜猜 张博士的实验成功了 对 他今天一早给我发来邮件 一百六十次的实验 终于成功 这可是值得庆幸的事 所以我要喝一杯 终于可以出货了 你要回泰国 泰国不用去 我让人把货和配方 从缅甸运进来 你和飞龙只要去云南接货就行 我们什么时候董珊 明天 你 鸭子哥 你在哪儿呢 好好好 你等着 我去接你 鸭子哥 买瓜了 哥 车在外边 咱们回去说 走 老爷 你说鸭子能办成事吗 办成办不成都得办 咱们现在已经踏上这条路了 只能往前走 现在鱼老虎和萧斌开战 按理说 他们正是缺人的时候 咱们趁乱打进去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等着吧 我去找点吃的 别出去买了 弄几盒放面就得了 别总吃那玩意 门口有卖小龙包子的 我去买两龙回来 大鸭子的 买两龙回来 你先坐 我给你拧点吃的 来 兄弟 那个 你跟平安哥约好了吗 说好了 它一会儿就到 我给你弄点吃的 行 好 太好了 什么情况 鸭子来信息说 和皮工联系上了 让不到消息 好事 这小子还真快 估计是皮工哥来的 谁啊 这中午 皮工哥 鸭子 什么时候醒的 刚醒两天 我妈妈瞒了一遍不敢说 我看我身体差不多了 就赶紧跑出来了 对啊 兄弟 往下怎么打算呢 我能有什么打算呀 现在警察呀 正四处找我呢 皮工哥 你要是 不嫌弃你这个鸭子兄弟的话 也会让我跟着你吧 好 行啊 我正好确认手 你就跟着我吧 老颜 鸭子有信吗 还有鸭 问你个事 你说 前两天的事啊 还生我气吗 啥事啊 就我跟你争来卧底的事 那早都忘了 行 算我小肚鸡肠了 好 好 鸭子 我派冰冰和飞龙去云南接货了 你组织一下拿货的主 看看他们有多大的利益 那我明天就去江水 那个老鳖还要收买一下 毕竟他能拿两地的货 那个老鳖是个强头草 谁一得势他就跟着你 你这回去江水一定要小心行事 千万不要走漏风生 最好多带几个人过去 老板是怕我中了萧冰的埋伏 萧冰我倒是不怕 但他背后那个老二不得不防啊 我明白 怎么样 接受还正常吧 正常 你去吃饭吧 我在这儿盯会儿 不用了 都能去打饭了 好吃的来喽 哟 洪租长 你吃了吗 你们俩先吃吧 待会儿我去吃饭 不用 来 你先吃 我带去打 真不用 快坐吧 火食不错呀 不像石桃的饭呀 这是东东在外面买的 我说呢 我说呢 我真有口福 正好是赶上了啊 姐 你多吃点 好吃 鸭子 你身边有没有背着案子的胸口 你身边有没有 不过是外地的 大哥要找人 我明天就将这办事 想多带几个人手 行 那我帮忙联系一下 钱上的事你看着办 最好这身上被有大案的主 不怕死就行 知道了 你看 鸭子 好久不见了 去丰州 给多少钱呢 我跟你说啊 我这儿呢 还有两个兄弟 钱少了可不干 行 那就今天晚上十点之前 我一定赶到 在哪儿 好 好 我知道了 鸭子搞定了 他让我们晚上赶到方舟 他在沙桥接我们 他说什么事了吗 没有 就说是见面在谈 我估计啊 他是旁边的人 没想到这么顺利 你们俩别站着了 抓紧时间睡觉 养足精神 好办事 睡什么觉啊 赶紧跟洪组长联系 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睡你的觉吧 这都不是你操心的事 好好好 我睡觉 喂 太好了 你们打进去之后 要小心省事 好 洪姐 什么情况 沿队他们今天晚上 跟皮红见面 这么快 这 这个案子办得过瘾的 可惜了 没我啥事 你说什么呢 啥就没你事了 不是 我说错了 好 东东 你在这儿盯着 我跟淼淼去趟医院 去看看赵慧 好 走 好 咱们都帮你找到了 三个人 不过他们开价一百万 一百万 他们有点狮子大开口的意思 我没答应他们 晚上他们三个呀 晚上来了再说 答应他们 我先给他们三十万 知道了 你约他们在哪儿见面 晚上十年 在上小见面 行 晚上我跟你一起去 知道了 哥 好 好 我们死定了 来 来 快来 啊 你 你 好 好 好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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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子 潘野哥 上来吧 雅子 潘野哥 这是我俩兄弟 上车吧 上回 tightened 可又有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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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钱怎么说呀 这箱子里面有三十万 是我给你们的定金 剩下的钱等办完事一次性负金 这凭什么信你啊 凭我皮工没还你们的价 这还不够吗 慧哥 你放心吧 关于钱那事 我鸭子给你担保 提问我一定会一分钱都受不了你们的 那行 我们呢 反正也是笨子你牙子来的 是吧 慢着 既然鸭子做中间人 那咱就把丑话说前面 拿了我的钱 就要把事给我办好 要不然别怪我皮工翻脸无情 提空哥 这事你不用操心 咱们都在江湖上混的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并且我们兄弟敢拿这笔钱 你放心 事办不成 咱们得守规矩 放心啊 命 钱 都是你的 兄弟这话说得好 那你早点休息 明天不要命 先给我干个活 没问题啊 去吧 鸭子 走 走这话啊 那几个人你觉得怎么样啊 贪财的人都不要命 大哥 我跟那个庞西哥挺熟的 我听说他身上呢 背着一个大汗 行啊 只要他们把事办好了 钱 我少不了他们的 明白 这些人还真是有钱呢 老爷 我们追了这么久的皮工 就这么个怂样子 怎么 你是瞧不起他呀 还是不服他呀 我不是不服气 也不是瞧不起他 就是想早点把这小子 绳之以法 我倒是觉得呀 这小子挺有意思的 他可不是一般的小混子 以后啊 还真的留点神 你说得有道理 这小子刚才说 要带不要命去干点活 什么意思啊 很明显 这房子咱们呢 不要命 明天去的时候啊 别忘了把这块表带着 知道了 你想要不要乞 他就能不能把这块表演 他弄成了 没问题 你本来的 需要 elementos 我给你带我 那你带她去 不我这参加 那我给你带她 她要在这底座 你带她去 我给你带她 我给你带她 是你带她 我给你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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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皮肤兄弟 皮肤兄弟 这 这什么意思 老鞭哥 这两位呢 都是我的兄弟 脾气不太好 抖地之处 还请老鞭哥见谅 这话说的 都是自家兄弟 没事 没事 这也不说话 先对了局势你庆祝吧 庆祝庆祝 老虎哥的天下吧 老虎哥让我一稍句话 姜水和风柱的声音 还是你的 价格也在给你优惠百分之十 谢谢老虎哥看得气兄弟 但是 你要是敢动什么歪脑筋的话 不敢 绝对不敢 我通知了各地老大 今天在这儿开会 你配合着点 这个不用教你了 明白 明白 你去叫红姐 我在这儿盯着 好 你去叫红姐 好 各位大哥 今天兄弟召集各位过来 就有一件事 消彬已经不存在了 以后市面上的货 都是老虎哥的 今天各位大哥 先报个量出来 让兄弟回去准备一下 尽快给大家供货 价格是多少 我说过 低于市场价的百分之二十 这个不会变 好 皮工兄弟说话算数 我挥子 顶老虎哥 对 老虎哥够意思 没话说 顶老虎哥 皮工 你确定老虎哥 和鞭子的事完了 这扫帚跟沙亮都死了 你认为还有事吗 这事我清楚 老虎哥现在 冰枪马撞 货源充足 鞭子答应老虎哥 以后市面上 不再出货了 那我就没话说了 这次他货我加两倍 我加三倍 羽 Allison他們一直在 这个位置哪有动 洪姐 我们要不要去浇水 先别急 再等等 喂 好啊 我在家等你 好啊 彭姐 岩队他们回到了丰州之后 就失去了信号 看来他们是去了江水 办完事就回来了 冯组长 骚主的尸体 是在江水发现的 他们又去了江水 我看有问题 我得联系一下集图总队 看看他们有没有掌握 什么重要的线索 看来这是一个好兆头 我也没想到 他们能吃这么多货 加个低 他们当然愿意存货了 这就是佩方 给我们带来的效应 现在各地的老大 都有拿货 只有顺平没人接货 小兵还在顺平 当然没有人敢拿货 我在顺平有个兄弟叫棒锤 以前跟大嘴混的 后来被扫帚砍死了 棒锤就一直在扫帚的下下 去拿货 我看可以发展一下棒锤 做顺平的生意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但是不除掉萧斌 恐怕他也做不成这个买卖 我还有个兄弟叫鸭子 刚跑过来给我干 我让他找了几个人 前几天去江水这趟 我带他们过去了 我看还行 就是价格有点高 价格不是问题 只要帮你把事情办成 这次我想带他们去顺平 把萧斌给做了 这样我们就能一劳永逸 萧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找到 我说的那个棒锤 一定有办法找到萧斌的踪迹 再说了 重赏之下必有永负 毕光 你没白跟我争多年啊 要想做成大事 就得学会舍 无舍则无得 这都是跟老板学的 我再给你三百万 你把这件事情办票了 放心吧 老板 老板 货什么时候到 一周之内一定到货 那我在货到之前 干吊销饼 好 我先给你倒一杯得胜酒 好 不要命 听你这话的意思 这次去了不少人物啊 这次咱们算得逮了大鱼了 一定要把他们一拥打击 这口气憋了好几年了 这谁要打烂啊 过瘾 过瘾 过瘾归过瘾 但是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见到鱼老虎 他什么时候出货 货藏在什么地方 这次啊 咱们不光要抓人 而且要连货一起给他端了 对了 还有一点 这个皮工身边啊 有一个叫大雄的人 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他 这个人话不多 但一看就是那种心狠手辣 难缠得住 我觉得他身上一定背着有大腕 如果皮工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的话 那对我们整个计划的实施 会是个很大的障碍 老颜想什么呢 表明 你等会儿啊 弄点血药回来 弄血药干吗 有备无患 心血啊 就能用得着 好 我先让你去 来 大哥 大雄他们呢 在屋里睡觉 我们连夜去顺便 去顺便 干什么 去了你就知道了 那要不要把 朋友他们叫上 全部都去 行 你现在把大雄他们叫起来 收拾一下 准备动身 明白 哎 帮主人 我们就顺便的事儿 谁都不能告诉 我们六个人 找个大一点的房子 条件好不好无所谓 关键是安全 我们今晚到 哎 诶 评工哥 这地方安全吗 安全 这是我家老房子 没人住 走吧 好 洪姐 颜队他们在顺便 他们正是连夜走的 洪组长 我看顺便一定有事儿 肖冰的老窝在顺便 难道他们是冲他去的 洪姐 我看下 咱们赶快去顺便吧 我正想回省庭一趟 我们也连夜走 赶紧走 范主委 我跟您说的 你都听明白了吧 我明白 多谢哥的提前 你现在最要紧的 是抓紧给我打听出 削冰的踪迹 钱不是问题 我在这儿等你消息 我知道 吃的喝的我都买好了 再出发 抓紧去吧 那我走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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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什么新机的办法 能通知我 好 政府队长 没有大家去工作吧 没有 快坐 刚才那个电话 就是在说你们的事情 现在情况怎么样 消冰犯罪团伙突然解散了 在顺平 他们也没有再出货 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们有个侦察员 早就打入了消冰团伙 他给出的消息是 消冰团伙的主要成员沙亮 在丰州被枪杀 但是 我们还没有找到沙亮的尸体 之后 消冰和团伙的老二 突然销声匿迹 他的马仔也一哄而散 这真是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啊 政府总队长 有一个情况 我要向您汇报一下 现在我们专案组的三名成员 已经成功地打入了 鱼老虎的犯罪团伙 昨天晚上他们来得顺平 我觉得这和消冰有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是奔消冰来的 现在还不清楚 我也在等消息 那这样吧 不管是你们专案组 还是我这儿 只要有消冰的消息 马上对接 你们需要什么支援 尽管开口 知道了 谢谢政府总队长 天空哥 咱们等什么呢 省令 你应该懂规矩的 我懂 我这不是着急吗 有事啊 咱就干 对不对 我这人哪 摆不住 你喝一口 你放心嘛 平衡喝呢 心里有数 来来来 咱们喝一口 来来来 来来来 来 生哥 来来来 又来俩菜 嗯 水头 走 喝两杯 就给你倒上了啊 好 喝两杯 不要命吗 还有条鱼 正做什么 没看出来啊 没看出来啊 这兄弟长得粗粗大大的 还能下厨房啊 这你不知道了吧 这小子以前是个厨子 他干活那酒店 有个女服务员 是他女朋友 就因为这服务员 他跟经理办两句罪 一碗热油 啪 浇了那经理一脸 手黑着呢 早看出来了 这兄弟的脾气啊 好不到哪儿去 是 那脾气 又臭又将 是